我不左右摇摆 只说真话 我要上下求索 走出正道 我是王炳忠 王炳忠来了 朋友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的国庆节 马上就要到了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记得两年前的此时此刻 我为了庆贺新中国七十大庆 曾经制作了一段 我献唱我的中国心的片子 同时还配上了当时我的感言 也许您看过这段影片 也许您不曾看过 此时此刻我想再次 把当初的片子来和大家做分享 同时也请大家不要忘记 当我们为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感到无比自豪 无比光荣的同时 也代表着两岸至今已经72年 还没有统一 我的感言还是一样 希望两岸早日团圆 祖国早日统一 下面就和大家分享 在两年前的时候 我的感言以及当时我献唱 我的中国心所制作的这段视频 这首歌曾经以为只是唱给在英国殖民下失去祖国的香港同胞 而台湾早在抗战胜利时就回归了祖国怀抱 但是到现在我才知道抗战其实并未结束了 我们在台湾的中国人能在与敌人斗争 其实我们还在抗战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的中国心 和山只在我梦里 祖国已多年为亲近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我心的中国心 我心仪仍是中国心 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老山中博弈 长江长城 黄山黄河 在我心中重近近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心中一样起 留在心里的雪 澎湃这种花的声音 就算身在他乡也代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